他日足很多 文翰你這個玩法滿特別 你是騎單車環島日本喔 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我這一次去環日本 騎了三個半月 然後 這也是我第一次去的日子 出國都是用月來算對不對 對 月來計算的 真的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也不太懂單車啦 我就覺得說 單車兩個輪子怎麼樣 都比兩隻腳還要好一點 所以我就買了一台 他們日本叫做媽媽查理 就是那種菜籃車 菜籃的 對 那那時候我是從東京開始出發 一路沿著這個東北 然後仙台 還到了那個福島 那個河傘那一塊 海岸線 然後再到北海道繞了一圈 然後再沿四國九州這樣繞 一百個 都騎這台啦 對 就是騎了這台菜籃車 都沒有爆胎 爆光了吧 就基本上就是每天 經常爆胎的 他們大概爆了十幾次的胎 可是因為 那你每天要住哪邊 你都時間抓得很好嗎 我抓得很好 因為我也是搭帳篷 真的 我忘了他從蒙古回來的 哪裡都可以睡 對 你可以搭帳篷耶 所以就完全沒有時間的壓力 今天想住哪裡就住哪裡 有時候住在那個 像是有一些城堡 就是廣島城 大阪城 就是旁邊搭個帳篷 那有時候在北海道 可能就是在他們的海岸線 那你想洗澡 或者是你流汗什麼 想要灌洗的時候 他練習我一定會洗兩次 我可以一個月子洗兩次 就我在日本洗澡 因為日本的那個溫泉很多 所以說而且很便宜 到每個地方就可以洗 所以洗澡在那邊倒是 一件滿容易的事情 那因為騎了這輛菜籃車 然後我後面掛了一面旗子 後面就 上面就是寫日本一週 你轟一休 就是環遊日本 然後台灣這樣子 結果很多日本人 看到覺得很好玩 怎麼會這麼搞笑 就騎了菜籃車 就在環遊日本 然後就會過來跟你認識 過來跟你講話 那因此也認識了很多的 不少的好朋友 就比方說我在山口線的時候 就有一天我是在路上騎 我想說今天要在哪裡紮營 然後看到遠遠的就有一個 有一個女生對我招熟 對 然後我想說可能是 因為那時候每天路上 都會有人跟我招熟 她就覺得說 趕快點 對 給你加油 然後拿一些食物給你 水什麼的 然後我停下來 她就問我說 你準備要去哪裡 我說我沒有 我就是在環遊日本 那今天可能 終點還不太清楚 她說我在鄉下有一個房子 然後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可以再多騎個五十公里 然後到那邊晚上住我們家 哇 真的好 對 候人很多耶 女生一起去嗎 對 就是他們家 所以是艷遇囉 然後 不過這艷遇不太一樣 因為剛剛那個Eason Eason哥的是俄羅斯美女 我這個是一個奶奶 對 溫馨的一個日本人耶 願意這樣做 九十幾歲的奶奶 然後她是她跟她的 子女住在一起 那邀請我去她們家 住的是那個子女 那她們家的房子真的很特別 因為一到她們家 她們家那個地方 地方是非常鄉下 而且幾乎沒有什麼 訪客 那奶奶就很開心 然後她就跟我 介紹她們家的房子 她說她們家的房子 在這邊已經有一百多年了 就是從她的先生 然後一直到她現在 那她今年已經九十幾歲 然後她就帶我參觀 她的整個房子 然後日本人有很多的那種 人型嘛 人型娃娃放在後面 就是她自己的一個 小天地 對 她是帶我在那邊 其實就是 在環遊日本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人 會看到你在做這件事情 就會給你有各式各樣的 這種知識 對 你剛剛講的 就叫到很多當地的朋友 對 很多當地的朋友 那另外呢 這就是我在 北海道的 對 平常的這種生活的方式 就有時候到了公園 好藍的天色 天色喔 對 好棒喔 它這個是在 北海道的最北端 所以在制內那個地方 它的一個濱海公園 它對面就是俄羅斯 所以天氣好的時候 是可以看到俄羅斯的那個島嶼 那平常基本上就是露營 然後我的自行車 那一包行李 這樣在日本度過了一百多天 很可惜 那那個時候很多人 其實更關心的時候 日本好吃的東西非常多 你住得很客 那你吃得如何 我吃得其實也 還... 也還算不錯啦 就比方說 我會到一些很當地的地方 就會有很多當地的食材 可以使用 這個是我在北陸地區的時候 他們那個地方盛產松葉蟹 就東西很重 那我那時候會 幾乎每天都是野催 露營加野催 露營加野催 所以 而且日本超市很好買 日本超市超好買 而且我每天都是在等那個 八點以後 買一個大摺 就是多少摺 多少摺之後 那時候買就覺得很划算 而且他們的海鮮 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鮮的 那等於是 緩了日本一圈 把各個地方的這種 特產跟美食 海鮮都吃過一輪 三個半月是慢慢騎 我一天大概是騎 一百二十公里左右 對 就是台北到台中左右 有什麼這樣的距離 那這樣花費花多少錢 整個旅程大概花了十萬塊 好少喔 十萬塊 對 包含那個機票 來回機票 然後我一天都花十萬了耶 亂講 十萬塊去了三個多月 日本耶 太厲害了 就比較節省 其實在外面開銷比較大 就是住宿嘛 可是吃飯也不可能這麼少啊 背包客的方式 對 就非常背包客的方式 完全沒有交通的錢 CP值無敵高 對 十萬而已 此生你要介紹給我們台灣 你覺得非常適合 一個人去的餐廳 我覺得這家店 這個很實用耶 真的很棒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它的特色菜 其實它就是在我們 在這附近 法豬界 喔 對 然後它最有名的 其實是雞湯 但是我一個人去 他還是煮了一大鍋給我 然後因為它是無菜單料理 它價格真的很便宜 這適合一個人吃嗎 無菜單料理 我真的很吃啊 然後我還請老闆幫我拍照 好 太好了 重點是老闆人很好 因為他問我說 我有沒有開車 我說我沒有 他開了一支 很貴很貴的紅酒招待我 為什麼對你這麼好 因為他就覺得就是 你可以一個人 來這種地方吃飯 他覺得我很有勇氣 然後你知道那一支紅酒就是 其實我就是後來有私底下 默默查了一下 因為那一支酒放很久 那一支酒現在市價 至少都是破萬的 然後老闆就直接招待我 其實我覺得我喝的那一杯紅酒 就已經超過我那一天的殘費了 對 對 所以我真的滿推著一家店的 就是大家有空可以去吃一下 對 而且覺得 它可以過一個月 我吃一餐我可以在那邊 去過一個月 對啊 其實大家分享太棒了 我覺得心都飛出去了 我們常常都出去旅行 那常常是跟很多朋友出去旅行 是不是來一趟 不一樣的自己 去哪一趟 我可以去ため一趟 不要再去哪一趟 去哪一趟 對 這麼多私人 對 這麼多私人 一個人 對 這麼多私人 對 這麼多私人 他也分辱了 我就用到零食物 我需要一趟 我需要一個人 一定要记得要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内容 而且有很多网路独享的好影片哦 还有还有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感谢观看